家人们我终于决定 我闺蜜在上海住一个大楼 咱们先来看看 她改造前长啥样 哇 自己做一个两层的房子 这样我就可以跟你们一人一层楼 拉肚子也不让根据 家人们就有事远过了 这个楼器旁边又是 不怕了 以后闺蜜就可以在这里 给我做小楼 小楼阿姨还给我留意开张铁 所以小楼可以点歌哟 听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舞台 然后之后我准备这里整个小调团 然后夏天就可以 这边就是闺蜜的两个房间啦 然后这边是她的衣帽店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龙本找啥样 首先因为眼泪是我的暗地 以后我就在这里还真了 这边上这个房间 我准备改造这个环境 这边床我都会搬倒 我全部推满我迪士尼的娃娃 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 中间这个房间 准备改造成一碗的小个小楼 以后就在这里给大家开始了 这个舞台我还没想好改 下次可以给我提提建议 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 其实这个颜色太深了 你们觉得这个适合改造成 准备的什么主题呢 也就是我的浴室啦 还有一个更大的浴室 我就能给我的规定啦 你想到吧 这个房子自然 还有一个小花园 这样我就有地方 种你们 at 我的那些 可以把我的水口书饭了 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阳光房 以后就可以在这里打一看了 想象就有点小激动 你想看我要去哪位博主 来我们家里吃小楼口 喊出他的名字